七等贤先生昨天确实在我们店里买过一辆法拉利F12超跑 以及一辆劳斯莱斯幻影 而且还是全款一次性负轻 什么 七等贤他真的买过法拉利F12和劳斯莱斯幻影 而且还是全款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张浩东吓得赶紧挂掉了电话 但是客服小姐姐的话已经被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 他万万不知道的是七十七等贤的真实身份比他想的更加恐怖 怎么样 张浩东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 这不可能 这次一定又是你或4S店小姐姐联合设下的一个骗局 抱歉各位同学 原本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参加同学聚会的 但怕大家以为我装逼 所以就开了辆最便宜的法拉利过来 但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等贤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 是我们没搞清楚状况就在那瞎说 你可别往心里去 没事没事 大家都是同学这点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都是这个外人搞得我们同学关系紧张 等贤嘴角微微一笑 同学们似乎也看出来等贤的意思说道 这里是我们传媒学院的同学聚会 还请无关人员出去 就是就是 还不赶紧出去站在这里干嘛 难道是想免费在这里蹭吃蹭喝吗 张浩东直接气炸 身为名阳集团的副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羞辱过 好 齐等贤你好样的 此手不报非君子 你给我记住我还会再回来的 说完便脸色铁青的快步离开 而林倩倩也赶紧追了出去 同学聚会上大家终于欢聚一堂 正在此时一位俄罗多姿的美女打了过来 此人正是之前学校的校花和小颜 同时也是等贤追了三年都没搞定的女神 不好意思各位同学我来晚了 等贤你也去跟小颜打个招呼吧 毕竟你以前还喜欢过她的 或许还能再去前缘了 不可能了 其实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只是想看看她还过得好不好 看她的状态还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胖子走吧 我们该回去了 等贤和胖子正准备着急要离开 这时校花却追了过来挡在了我的前面 谢谢大家